海明威他一生大大小小的伤痕 是他作为一名硬汉 一名男子汉 哈啰大家好我是景 今天我想要延续上一集的话题 来跟大家聊聊 就是你标题所看到的 一位我非常喜欢的作家 就是老人于海 他的作者海明威 那么今天这一集 可能是我有史以来最长的一集 那我希望你也能看到最后 老人已经84天没有捕到任何一条鱼了 他有着一双满是伤痕的双手 有着一副被太阳抹裂晒过的皮肤 他的传反还非常的破旧 本来呢一直跟着他学习的男孩 也换到了更大的船上去捕鱼 过没几天呢就捕到了好几条大鱼 但是呢老人这边呢他并不放弃 这一天呢他又准备了一些基本的钓鱼工具 他又准备出海捕鱼了 这一次在一个早晨在一个大海之中 老人这次运气不错终于钓到一条大鱼 他感受到钓索的重量 他知道这次是一条大鱼 然而啊拥有丰富经验的老人知道 这时候并不能急 因为一个闪失可能太过用力的拉扯 钓索可能就会断掉鱼就会跑掉 而这条大鱼呢也知道自己上钩了想着如何挣脱 似乎呢两人呢都在试探对方 老人与这条大鱼隔着海的战斗终于开始了 这条大鱼力气之大 他就拖着老人与他的小船整整三天 两个呢就这样子纠缠了整整三天 那老人为了不要让大鱼溜走 可以说是展现了他毕生的钓鱼能耐 更重要的是考验着老人的耐心与体力 在这三天的过程中 老人呢甚至一只手抓着钓杆 另一只手钓着小鱼来维持他的生计 终于老人感受到大鱼的力量衰落了 他一使劲呢把那条跟他搏斗三天的大鱼 给拉出了水面 多么壮丽的一条鱼啊 小说里是这么写到的 这是一条非常大的马铃鱼 长达呢4公尺800多公斤的大鱼 老人终于看到了这个跟他搏斗了整整三天的大鱼 这个可敬的对手 但是这条大鱼很快的又入海去了 接着更激烈的搏斗开始了 马铃鱼呢又开始发力 更猛烈的拖着小船 以下呢让老人抓着钓杆的手流起来 以下呢就让老人在船上搬滚 然而老人还是挺住了 他斗过船的速度与扬流 以及钓杆绳索的重力感受到了 这条马铃鱼已经快不行了 马铃鱼呢似乎开始在海底 马铃鱼呢似乎开始在海底绕圈圈 往着小船渐渐靠近 似乎准备做最后的活动 就跟那条大马铃鱼再次冲出水面的那一瞬间 老人呢拿起鱼枪刺死了那条马铃鱼 淋了一身海水的老人呢终于战胜了这条马铃鱼 结束了这三天三夜的漫长搏斗 然而这条鱼实在太大了 老人没办法把它放在船上 只好呢把它吊在船外 让它跟着小船航行 那即使老人已经狼狈不堪了 他仍然用它受伤的着手 钓着这条死去的马铃鱼 在这回去的路程上面啊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一条鲨鱼闻到血腥味游了过来 老人意识到新的一轮战斗又要开始了 但此时的他呢已经疲惫不堪了 但是呢他依然用着鱼枪刺死了那条鲨鱼 接着过没多久呢 又来了两条柠檬鲨鱼 咬掉了马铃鱼身上的一大块肉 老人对付了两条鲨鱼 走了两只鲨鱼结果又来了一条牛鲨 又咬掉一大块 几经波折之后啊 那个马铃鱼已经逐渐被肢解 血腥味呢弥漫在海上 又引来了更多的鲨鱼 老人只好不断的对付了这些鲨鱼 与他们搏斗 然而啊到了最后 那条被他捕获的马铃鱼 已经剩下鱼骨了 这些鲨鱼抢走了老人的战利品 老人孤独的带着马铃鱼骨 和他疲惫的身躯 还有这个破旧搖搖淤醉的小船 回到了岸上 老人呢用了受伤的双手拖着尾杆 瀑布的在沙滩上行走 疲倦的回到屋里休息去了 隔天男孩走进了屋里看着老人 这个曾经他一直跟随学习的老人 老人呢描述了他失败的经历 但是男孩听了很是感动很是激动 认为他是全世界最棒的一夫 男孩反而很鼓励他激励他 即使老人双手都受伤了 身体已经疲惫不堪了 那命运如此不堪 运气如此的差 但是呢 他已经在准备下一场战斗了 那首先啊还名为这本小说呢 他用了自古希腊以来 所谓的一个悲剧的传统 也就是三一定律 什么是三一定律呢 就是所谓的场景统一 动作统一 然后没有分支情结 然后他这样的设定呢 其实是在强调 人啊每天都在做着一样的事情 日复一日的做着徒劳的事情 这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一种悲剧的精神 但是海明威的地方 他厉害的地方就在于 其实他用了这样的一个设定 但是呢 这个故事呢 其实一点也不悲剧 这个看似捕鱼失败的结果呢 其实呢我们是看到老人呢 他如何与大海搏斗 他如何跟那只马铃鱼搏斗 他如何跟那些鲨鱼搏斗 虽然这样的结果好像 并不完美 但是呢他已经在准备好下一场战斗 其实呢人生就是这样 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挑战 那我们知道海明威啊 他从小呢 就跟着他的父亲呢 四处呢 学习 露营啊 打猎啊 钓鱼 拳击 足球 那他其实样样都涉略 并且呢在18岁的时候呢 就进入了叫 坎城新报的一个报社 担任记者的工作 那这非常重要 因为这为他日后的所谓的 冰山理论极简的一种写作风格呢 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并且呢 曾在呢 巴黎跟许多的文人默克交往 像是我们都知道的 菲茲杰罗 他也曾经参与了第一次跟第二次的世界大战 他也将这些经历呢 写成了许多我们都知道 他其他非常有名的作品 像是 《占地终身》 《太阳依旧升起》 《没有女人的男人》等等 那他这一生这种硬汉的性格呢 其实让他在晚年的时候 其实非常的辛苦 加上呢 他们的家族先天就患有抑郁症及忧郁症 所以许多人认为呢 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呢 再也无法写出什么好作品了 然而啊 就在这个时候 在古巴城前的他 就写出了这一本《老人与海》 那么其实书中有一段呢 是在描述呢 那个老人回到沙滩上的时候 他用他受伤的这双手呢 拖着船的那个维杆 然后在沙滩上扑扑前进嘛 那其实这一段呢 他是在引述一个形象 就是耶稣 当年背着十字架上 各个他的那个形象 那当时基督教被破坏 但是耶稣他代表了上帝 却被无知的群众呢 给戏弄鞭打 再比如书中最后 其实有一段是 有一群观光客呢 到了古巴去游玩 然后呢 他看到沙滩上的那个 马铃鱼的那个鱼骨 然后呢 这些人还以为 哦这个是鲨鱼的鱼骨啊 但其实不是嘛 只有老人自己知道 那是一条马铃鱼的鱼骨 那个男孩也知道 但是呢 这些无知的观光客 他只看到了这个 失败的结果 就像很多时候 有些人并不理解你 经历了什么 他只看到了你 失败的结果 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经历过了什么 你战胜过了什么 就像只有老人 跟那个男孩 他们知道 他自己曾经是战胜过 那一条马铃鱼的 而海明威呢 也是如此 尽管世人嘲讽他晚年 一定不行了 可是他知道他自己是谁 他依然要继续的写作 所以写出了这一部 老人与海 那海明威啊 他一生大大小小的伤痕呢 是他作为一名硬汉 一名男子汉 的一个印记 是他精彩人生的证明 就像老人他一生晒过的皮肤 是他一生与大海搏斗的这个过程 但也因为如此呢 因为海明威呢 他承受了 他实在承受了太多 大大小小的伤痛在身上 我们刚讲他很 他曾经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嘛 加上他们家族呢 先天呢就患有 类似忧郁症的一种 类似的疾病 以及呢他长年 一直在忍受手术治疗所带来的痛苦 甚至呢 因为让他这样错过了 他自己亲自可以去领 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 结果大家都知道 他最后在自己的书桌拳 举强自尽 但是呢 这无损他伟大的人生 他精彩的人生 那我觉得一个人呢 他的价值呢 就在于他经历过什么 而并非一定是他拥有什么 你拥有财力 你拥有金钱 你拥有许多物质的东西 但是呢这些东西呢 他都是一个无常的状态 他可能随时都会不见 所以当一个人呢 把他的自信呢 建立在这些外在东西的上面的时候 这种自信呢 其实是虚假的 因为他的自信会随着 他没有了这些东西 他的自信也会跟着没有 那常常跟我一个朋友开玩笑讲说 你把比尔盖茨 贾伯斯 马云的财产 把他们的财产全部充公 也没有用 因为以他们的价值 他们很快 也许几年之内呢 就可以把这些钱全部赚回来 你夺走 你可以夺走他的身外之物 但你夺不走他的内在价值 但是呢很多呢 是将自信的价值呢 跟自信呢 是建立在外在的东西上面 然后借由去攀比 来确认自己的一种身份的认同 我比你有钱 我比你帅 我长得比你高 我马子比你马子正 我开的车比你车好 我住的房子比你住的房子大 但你仔细想想 这些真的能够代表 你这个人的核心本质吗 一个人的本质啊 其实还是在于 他经历过什么 而非他拥有什么 那许多富二代呢 他一出生 他含着金汤匙出生 他可能一生下来 这些东西就有了 可是呢 他可能是一个连社会的一些 基本常识都没有的一种巨婴 那经历又像是什么呢 就像我们这一集 讲的这个男人的典范 海明威 他从小呢 就钓鱼 就四处打猎 鱼鱼 玩赛车 看斗牛 爬山 旅行 他做过了许多人一生 都可能没有机会去做的事情 那他的价值就体现在这里 那人生啊 其实很多时候就必须要像海明威 他这样子 不断的去尝试 不断的去突破 不断的去挑战 去展现出男人应该有一种硬汉的性格 或者呢 就像Coby Bryant所说的 人生呢 其实就是一场 永无止境的挑战 变强呢 是你人生唯一的修罗之道 也许到最后你还是会失败 也许到最后还是没有人会懂你 就像没有人 可能没有人懂老人 跟海明威一样 但是呢 那一种自己向自己证明过 自己知道自己经历过什么 知道自己的定位跟价值在哪里的人 这样的滋味 我们可以自己品尝过 就像海明威他说的 一个好汉可以被摧毁 但是不可以被打败 接下来 看不见 看不见 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 在第一次给了避免 就像海明威一样 一样一样 一样一样 就像海明威一样 就像海明威一样 过来 这一样 一样一样 就像海明威一样 我们可以在海明威一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